现年81岁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的阿卜多勒·阿奇兹·阿勒沙特曾经访问过中国,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之一,萨勒曼亚洲之行的行李备受瞩目,除了1500名随从外,他还另外带了506多重的行李,行李中包括两部自动弦梯与两辆奔驰S600轿车。 曾经沙特国王萨勒曼在加冕时,为庆祝自己加冕向国民派发了210亿英镑,约合人民币2029.27亿元的大红包,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亲爱的臣民,你们应该得到。